线上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持续关注全民开奖终结假案系列 首先感谢观众朋友对与单元违法官员如是说热烈的回赏 政府官员象征着国家公权力 尤其是检察官的发言 更具有国家民主法治实践的趋势 太奇门假案转眼已历经26年 96年7月13日刑事法院虽与三审判定 太奇门无罪无欠税 所有违法遭非法拘禁的受难者 均已获得国家冤狱赔偿 然至今我们仍然没有看到平反的曙光 为什么呢 今天我们就来说说 因非法起诉书所造成税务假案 国税局在未经实质查核下断然违法开出 巨额税单 而为了达到课税目的 财政部国税局违法官员 开启了26年来 令百姓惊心动魄的公开发言 一再承诺又一再的毁约 让人民无法依从 接下来我们来一起观看99年 6月17日立法院召开保护租税人权 终结万年不死税单的公厅会 会中立法委员 弟子代表 律师 国述协会理事长 会计师 专家学者 国税局代表等 实询对话 清华影片 太景门这个税务冤案 历经了 九位部长 当初在刑案生理当中 他都告诉我们 本案是因为刑案所引申出来的 刑案没有 本案就没有 如今刑案 一二三审 皆无罪确定 判决亦表示 弟子正以掌门禁师里 是属于正以性质 依所得税法第四条 第十七款 属于免税所得 弟子间的代办 练功夫等 由师兄姐代办 并非盈利贩售 照理讲 这个税单本应依法撤销了 但是我们等了十年七个月 到至今十多年来 还是依侯宽人当初不实不法的起诉书 继续在发单课税 伪造文书 隐匿书政 不断的欺上满下 欺骗所有的立法委员 欺骗监察委员 欺骗法官 欺骗媒体 欺骗社会大众 欺骗我们善良的百姓 这是我们过去 所有海内外太景门地址 所提出的上万份证与书政 白纸黑字 都写得非常清楚 一经过法院三审 详细的审理 在这里要请问次长 到底你还以什么法来处理 我知道说这些问题 的确是已经浪费了不少的 国家的成本 讲不好听 这个叫动摇五院 你知道动摇国本 我们監察院都说 这个不对了吗 连苏法院都三审订阅了吗 到目前为止 我们浪费的社会成本多少了 我们花了多少 公无人员的薪水 再绕千千绕千千 到现在为止还在偷偷拉拉 一个案子 拖了几十年 都没有结论 就代表他怎样 他有问题嘛 就应该赶快 还人家清白嘛 那就太极门这个案子 司法已经还他清白了 司法已经给他公证了 那为什么 税务还要跟人家纠缠不清呢 在整个的一个检查体系 还太极门清白了 那你看看 难道我们税监单位的调查 会比司法调查的还要清楚吗 糖上一点猪啊 百姓千滴血啊 你只要随便一笔一挥 你们税务人员讲得很简单 你去宿宴 你去打行政救济 那你想想看 一个案子残重二十几年 心中的痛苦啊 手舍的折磨啊 那个精神的赔偿啊 你要怎么去赔他呢 整个太极门案子我们都知道 是检察官的一个滥权 检察官的一个非法的一个起诉 没有证据的一个起诉 历经十四名的法官 八位的一个检察官 用交叉的这样的一个来结问 一二审 总共开了五十八庭啊 并且也就他提供了四千六百四十五份 见证的一个 赠余的一个证明书 总共有五千五百二十五人 他做陈述 那你十二大厢的证物 你把它查控 包括你国税局人员 你约谈了两百多名的证人作证 那么好不容易 在民国九十六年七月十三号 最高法院终于宣判 太极门无罪 判解说他没有诈欺 他没有逃落税 没有违反税监浸华 所有的积押的被告 全部都获判无罪 而且也获得烟疫赔偿啊 赔了一百八十四万 那这个钱还是我们纳税 医务人出的 真是可恶哦 对不对 还是把我们纳税人 缴的钱去赔这个烟疫啊 为什么不叫那个 那个检察官从他的口袋 里面拿出来赔啊 我们知道武术气功 是我们中华最优良的传统文化 那我要表达是文化是国家的根本 国家的命脉 世界各国啊都是不遗疑的耗费拒之在支持维护自己的国家的传统文化 地址包红包 敬师礼 这个是我们的文化中的一个地址对师傅的尊重 从来就没有因为这个被拿来瞌睡的 那中华武术协会气功协会 还有台北市国术会 在92年10月间也曾经发行公开声明 本会所属的团体会员 从没有因为弟子赠予禁师礼 而被税捐机关科征税捐的事情 国税局这一次这个事件啊 对太极门瞌睡 已经严重的侮辱到全国的七公五术 传统国术的团体 在这个我们的这个刑案方面 我们的司法方面 我们已经是三审判决定验 太极门胜诉 然后呢 这个国税局方面 我们在行政法院的体系 也是上诉到最高行政法院 最终判决定验 三审定验也是太极门胜诉 在国税局 在财政部内部的宿院委员会 太极门也是胜诉 监察院呢 也是说太极门是个冤案 我已经想不出 然后有在这个立法院 有这么多的立法委员质询 我已经想不出说 我们的这个国家的法治体系里面 还有哪一条路可以走 真的是好像是走投无路 那样子 我觉得太极门这个案子 很像希腊神话 那个推着大石头的神话故事一样 毫不容易把它推到顶了 掉下去重新再来 推到顶了掉下去重新再来 再推到顶再掉下去再重新再来 再推到顶再掉下去 还要重新再来 我不知道这怎么回事了 我们国家的法治体系是这样设计的吗 太极门承担了这样的一个冤案在身 我一直在想说 这可能是老天爷要借着太极门 大家所遭受的冤屈 把我们国家的这个税务人权 不公补于地方彰显出来 那其他的小老百姓 遇到像这样的事情 大概只能够躲在角落里默默哭泣 太极门的这个案件 我直接点名出来 一个民主法治国家 不应当一个案子 十几年没有办法去为人民来解决 我觉得这个是站在我们民意代表的立场上面 我们的行政部门必须去负全责 在于我们行政部门得以做行政材料权的时候 应当要以人民的租税人权的保障 为最大的一个终止精神跟目标 经事理它的意义 它的行为是捐赠 还是补给办的所得 这个一个行为里头 在民法的界定 它是要从它的足己乎义务 去来认定这个行为的认定 现在用足己义务来判断 这个行为是正义行为才对 我想这个普通法院 刑事法院 它是用足己义务来认定 它是正义行为 太极门经济上的实质意义 第一 这个角经事理是要下跪的 跟全台湾全世界的补习班不太一样 第二它是永久期间 这很奇怪 补习班上课都有一定期间 有些补习班是 你考不上还可以再补 可是这个太极门这个 气功是越练越久 身体越强壮 它如果整个定义都不太一样 犯罪所得我们用没收 那如果不是犯罪所得 我们就用瞌睡 这个是不能两立的 那我觉得很奇怪就是说 它在侦查过程中 在判决那边就把这个讯息 透露给这个税政机关去 要他去查税 我觉得这个不能两立啊 这个是很矛盾 同时也为了一行不一不合法 因为有一个对 有一个就是错的啊 对不对 如果说一个行政机关可以 这么样不尊重一个刑事 已经判决 确定的判决 然后不理他 我自己在那边查 我真的不晓得 我们所谓的法治国家 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 虽然叫做三权分立 但是司法决定是最高的 由于是他判决已经确定了 你行政机关 质疑的去否定 一个法律的判决 不 我不知道 我们叫做人权立国 我真的不晓得 我们号称这个 这个禁号是什么意思 这个太极门的案件 它凸显的 我觉得绝对不是个案 那如果我觉得这个问题 没有解决的话 到时候可能 可就不是前提类了 而是千古目 万古目 国税局当初在发当课税的时候 并没有做任何的实质调查 直接就依照这个 不法起诉的移送资料 就发当课税了 所以财政部的 五次诉论决定里面 都分别的要求 国税局必须 就这个和克的部分 进行实质的调查 在监察院98年9月2号 财政及经济委员会 第四届第31次的会议决议里面 就提出了纠正 在他们98年台财置地 098.220.593号 韩式的调查意见书里面 也讲到 国税局对于 办理太极门的税务案件 设有未善禁 何时调查的责任 而且没有依照职权 厘清 案关的所得性质 涉嫌有明显的代失 而且依照 依据这个所得的 韩查结果 做成的韩查清单的 记载内容 草率 没有善禁对纳税 医务人有利不利 均应注意的 这个严重的缺失 要求国税局 必须要做出改善 更重要的一个证据是 最高行政法院在98年 判治第878号 判决 的确定判决里面 也直接的指责 台北市国税局 没有掺着 这个 韩查的资料 就直接以补习班的 存余率来 和科所得 设有严重的疏失 直接就判决 国税局败诉确定了 所以说 可见的国税局 在整个 和科的过程中 是存在了极大的缺失 跟错误违法的部分 这十几年 我们太积门的地址 非常非常痛苦的点赛 我包个禁师礼 赠予给我的师父 弄到最后 这些钱呢 这些禁师礼 我赠给师父的禁师礼 被这些官员 用来诬陷我师父的 那种罪证 我们每个人都痛苦 按这杯漆 每个带都留 都不会再留了 我们练乎之人 不会再受到这种委屈了 如果说今天不解决 这个不解决的话 就是地争抗争到此 台北市国学局 宿愿决定重合案件复查决定书 这个里面白子黑字 公文字号都有 这个里面 写得这么清楚 白子黑字 自丁东兰军等十份声明书 申请人既已举出细无偿正语 申请人 诸如此类 那无偿正语 那但是呢 我现在手里拿到就47份 所以这个明显 就是说连声明书的这个数目都不对 那这个就应该要下去查了嘛 我现在就当场送给次长 这可是财政部的事了 太极门你们地址都愿意删出来说 我们当初是用柜子拿给师傅的 是一个禁私语 假如太极门的案子没有解决的话 根本注决就没有人权了啦 这么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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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没有办法 早就没有办法拼还的话 那还有什么人权可谈啊 现在人都在这里资料提供给你看 那你们明明知道这个已经是错了 你们以前讲的好像有点疑问了 你们还要一昧的错下去 这样是不好的啦 请财政部在两个月内 对于本事件尽速作与结论 到底怎么办 到底你们要怎样 不要妥说啊 如果中期国际签上来 签上到财政部来 因为中期国际让他一个局承担责任也不好啦 那签上来好不好 我就做这样的表达 好我们就照着刚刚这个次长的 这样的一个说辞 那我们就把这一个 这个中期局的这一个意见啊 那么签请财政部 就是撤销的话 那么这个就是撤回是吧 好那我们就由我们中期局正式签到部里面去 请财政部 请财政部 所做的预备会议 目的是收集资讯 听取眷言 交换意见 工听会包含正人的口头 作证 以及议员的询问 而且会正式列入记录 在美国国会听证记录 被认为是最具有权威性的国会出版品 99年立法院工听会立委 踢报国税局违法引力证据的事实 当场 时任财政部次长张胜和 及中区国税局副局长 萧树村同意撤回 承诺于两个月内 解决太起门税务案件 并发函 直询立法委员知悉 然至今案子能未咀嚼 其实前部长张胜和不止一次承诺撤回税单 在91年张胜和担任台北国税局局长 表示如果太起门税务案件 打赢行政诉讼一审 国税局就不再上诉 他却回诺持续上诉 100年12月9日 行政院召开跨部会议 决议国税局不得再依据刑案起诉书 课税 并公告调查禁私理性质 调查结果如为赠予 则依法终结冤案 101年调查结果 7401份证据 百分之百证明禁私理为赠予 已因撤销税单 101年5月张胜和回任财政部部长 禁毁约背信 违反诚信原则 任由国税局滥权 示意将禁私理 划分为一半是赠争 一半是学费 再次依据刑案不实起诉书 资料违法强征 课税 101年立法委员喜天才 直询张胜和 张胜和公开承诺 法院判决 法院判决阵 民生育 难道现在不解决 要等到历史来还原真相吗 接下来让我们再来观看前国税局检任集合 黄坤光先生在110年司法结论坛 对于课税及此案的看法 太极美冤案24年 我是第一个专查大额逃漏税30多年的 就财政部集合组的来参加 是税务美中人看课税的不公平不义 我写这个书都是根据大法官对诸税法律主义的解释 汇整的 里面我只对两个人 两个前面用尊称的 第一个是287号的大法官届刘铁针先生 我是刘大法官铁针 我是用这个 第二个就是我在附件里面 我跟着颜部长 我是财政部颜前部长 庆章 颜部长是我退休前 我认识的最后一个部长 现在太极美案子 已经是所得税法第四条 第一项第十七款的免税所得 被不懂税的检察官 然后给他纳做什么补习班 这个是因税所得了 这个显然就是非法课税了 所以我是建议这里面也有讲他违反哪一些 就是违反了所得税法的这个第四条的免税条款 去给人家课税嘛 那也违反了这个刑法129条的非法征收 所以我都讲了 所以你根据现行法律的话 我就今天部长又进来了 同样的法律 看一看到底太极美是合法课税还是非法课税 非法课税的话 没有哪一个国家可以的 一百个大法官解释 里面讲的 就是说法律规定怎么诚实申报纳税 税务机关怎么依据同样的法律去课税 预约这个就是红线的 这是民产和国产的红线 你非法课税就抢夺了民产 你没有诚实申报纳税就是漏税 我们定法律都很清楚 租税法律主义的解释 大法官解释最细腻透彻的 就是刘大法官解释287号的 里面我还特别提到说 我听说刘大法官还是 现在蔡英文总统政大法律系时候的教授 我查税几十年 为什么现在用推论的 无证据的给人家补税处罚 是完全就不懂经济学 什么这些东西的人在做的 为什么会存在 而且我也讲说 刑法100条都已经删除了 结果现在纳税的居然有恐惧被非法课税 这是非常奇怪的 我们的法律不晓得 就租税的行政诉讼 我感受 二三十年前 金字日报在这有刊登 我们半岁之身的都知道 怎么形容行政法院税务诉讼 税法是神明 法官是基同税务人员 就是法务科区的税务人员 是桌头 这个你们就知道 因为他们不懂经济学 不懂会计学 不晓得怎么才是正确的 所以我想说太极门的案子 部长都已经参加了 可以组成一个影子政府 看现在的这种 来对干嘛 来看一看法条怎么样 好不好 我讲的大概就是这样子 所以我部长来我看到了 亮光不是曙光 谢谢 有如前国税局检任机合黄坤光先生所说 太极门案依据所得税法第四条 第一项第十七款 属免税所得 被不懂税的检察官起诉 那做什么补习班 根据现行法律来谈 看看太极门案件 是合法课税还是非法课税 非法课税是任何国家都不容许发生的事 法律规定怎么申报 税务机关 怎么依据同样的法律去课税 逾越法律就是非法课税 就是抢夺民场 国家定法律都很清楚 租税法律主义的解释 针对此案 他无法相信为什么现在磕税 是用推论的 无证据的补税处分 他特别举例 二三十年前 经济日报就有刊登 形容行政法院税务诉讼 税法是神明 法院是机头 税务人员是桌头 因为他们不懂经济学 不懂会计学 不晓得怎么课税 才是正确的 我们可以一起来审视 解研之后 至今行政法院 税务诉讼制度 进步了吗 98年监察院调查的 太起门税务案 调查报告中 降列国税局 明显七大尾事 然后呢 105年一周刊 717起 针对此案刊登标题 国税局出卖政府诚信 财税机关读览行政 立法司法三权 107年最高行政法院判决 也认定太起门是气功武术修行团体 所有新事实 新市政都已证明当初课税基础 错误 人民不得不质疑 承担任国家财政部部长说的话 无法给予人民承诺 免于遭受非法课税的困苦 国家诚信淡然无存 今天全民开讲致辞 感谢观众的聆听与支持 感谢您按赞与广传 最后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歌 Low Way 感受一群热爱台湾的法税改革志工 坚持真理26年 绝不妥协放弃心中正义 捍卫真理守护家园 让国家再创经济奇迹 谢谢大家 我懒我房子里 藏着什么秘密 真相的时光记忆 谁在欺骗你 变得了的钢琴 滴着水的屋顶 一小时的光影 谁能到回忆区 同此说此不宜怪力乱生 猴简说的你们却信 没调查 带枪上门抓人入狱 无罪却没人听 没做我的事 被你说的会声会影 良心在哪里 人民在空海之中哭泣 但你全都当成是放屁 我说是你的兵器 其实法院说没问题 你依然嗤之以鼻 置之不理 自以为是皇帝 草菅人命 逼到绝境 谁能真正伸张正义 蚂蚁拼命永不放弃 一颗炽热担心 犯错不停 创车轮回早已失效 着行政救济 缓载负贫 逐渐沦为一场永远 没曾经的悲剧 不顾程序 围斗文书 盗外名产 成名书人不离 别在 此处不改民文不离 为了奖金王落命 操纵美女皆 他安全贪当法无公无名 现在没正义 其实根本不正义 我们还能走去哪里 我们还要坚持真理 要我放弃心中正义 No way No way 我们还能走去哪里 我们还要坚持道理 要我放弃心中正义 No way No way 我碎是你的兵器 其实法院说没问题 你依然失之以鼻 置之不理 自以为是皇帝 讨欠人命 逼到绝境 谁能真正伸张正义 蚂蚁拼命 永不放弃 一颗炽热担心 犯错不停 刷断轮回 早已失效的行政救济 反载负贫 逐渐沦为一场永远 没曾经的悲剧 不顾程序 围斗文书 盗外名产 成名书人不离 别在 之处不改民文不离 为了奖金王落命 操纵媒体监察安全 探索法无公民 这来的正义其实根本不正义 我们还能走去哪里 我们还要坚持真理 要我放弃心中正义 No way No way 我们还能走去哪里 我们还要坚持到底 要我放弃心中正义 No way No way 不管未来路上充满多少的困境 至始至终我们都不曾放弃 捍卫真理守护家园也不曾忘记 勇敢坚持到底是我的宿命 要我放弃心中坚持的正义 No wa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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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